一个长方体去掉一个小长方体 然后锁到的几何体的正式图和侧式图 如右图锁式 那么问这个几何体的俯式图长什么样子 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大的长方体 对吧 然后那你需要根据它的正式图和它的测试图 去找到它缺的那一块在哪 比如说我们来看正式图是这样的 正式图呢是左上角缺的 对吧 那么你来看一看就是正式图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呢 左上角缺了那么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我们这一块呢 注意啊 来画一下 这一块可能会缺失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地方有可能是这整一块缺失 有可能是后缺失一部分 对吧 那么比如说缺的是二分之一或者缺三分之一都完全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你并不确定说这个地方 你只知道在这个方向有缺口 但你并不知道这个 它这个地方到底是 比如说我把这个一点 对吧 是这么一点切掉呢 还是说什么 还是说切了一半 还是说切了好一大部分 对吧 这是不确定的 那么你再根据什么 再根据这个左式图 左式图呢 从这边看过来 对吧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会有个缺角 那么这个缺角会在哪 这个缺角会在这个左边这个正方形的右上角 而且你从这个图上也能够看出来说 这个是终点 这是终点 对吧 所以就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我们这个地方应该缺的是哪一块 应该缺的是这一块 就是这终点 一画 一连 然后一连 然后这样一连 然后这样一连 它其实是把我们这个怎么 拿掉了 想想 是吧 这个拿掉了 对吧 这是终点 这个也是终点 把这个给拿掉了 那么它的俯视图长什么样子呢 俯视图就从上往下看 从上往下看呢 它的缺角在这个左下角 所以呢 答案选C 对吧 所以你根据这个主视图和侧视图呢 判断出它到底缺角在哪 那么判断完以后呢 再看一看我们这个 俯视图长什么样子 来这个 在一个几何体三视图当中啊 正方体和俯视图呢 正视图和俯视图如图所示 那么问这个相应的侧视图长什么样子 这个正视图呢 应该说长得还是比较的 什么 常规的 对吧 正视图长得非常的常规 那么这个地方的俯视图长得有点奇葩 对啊 俯视图长得是真有点奇葩 俯视图你从这个图上能看出 就是它分成两部分 这边呢 是什么 是一个三角形 而且等一三角形 对吧 后面呢 是一个半圆 那么首先你可以稍微的判断一下 就是它肯定 对啊 它肯定不是一个单一的几何体 什么意思啊 就既不是一个轮锥 也不是一个圆锥 也不是一个圆柱 或者说轮柱 对吧 不是一个单一的几何体 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图形 那么这时候 你就可以想到说 哎 它有可能 它有可能是拼接二乘 有可能是拼接二乘 对吧 那么到底是什么和什么的拼接呢 那么你就想这样一问题 什么样的图形 哎 它的俯视图会是一个半圆 有哪些图形是有可能 哪些图形 它可能它的俯视图是个半圆 有可能是半个圆柱 对吧 就是说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想象成一个圆柱 就上面是个圆 那我这边切一刀 就是沿它的直径切一刀 那么会只剩下半个圆柱 对吧 半个圆柱 你从上往下看呢 你肯定看到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半圆 那么还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呢 半个圆最有可能 对吧 半个圆柱从上往下看呢 也能够看到什么 看到我们半圆 还有可能怎么样 半个圆也OK 对吧 半个圆 你把它摆放好 从上往下看 也能看到半圆 那么现在到底是什么呢 前面的三角形 你觉得会是个什么图形 前面的三角形 如果说投影成一个三角形的话 那么应该是 要么是一个三轮柱 对吧 三轮柱是有可能的 对吧 俯视图看下去是个三轮柱 是个三角形 还有可能是个三轮锥 所以说就是我们根据俯视图呢 会发现有很多的嫌疑 那么还给你一个主视图 那么主视图就从前往后看 你会看到是个三角形 所以你可以做出怎样的判断 就首先 前面这个呢 一定是个三轮柱 它不可能是一个三轮柱 如果说前面是个三轮柱呢 它会走到这个地方 应该什么 应该是一个 矩形 对吧 它现在是一个三轮柱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 它现在是个三轮柱的话 就意味着是个三轮柱 对吧 好 所以前面呢 会是个三轮柱 那么你们觉得后面会是个什么 就你会发现 后面这个地方的图形呢 完全被个三轮柱给挡住了 所以后面呢 不可能是个圆柱 也不可能是一个球 如果后面是个圆柱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后面这个图形 它的主视图呢 会是个矩形 前面这个呢 是一个三角形 你这个三轮柱不可能把这个矩形给挡住 对吧 就是你不可能三轮柱把这个矩形怎么完全遮住 对不对 如果是个球 如果是半个球呢 也不行 所以呢 前面是个圆柱 前面是个三轮柱 后面呢 是一个圆柱 对啊 前面是个三轮柱 后面是个圆柱 那么你可以理解为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三轮柱 和什么 和一个半个圆柱拼在一起 对啊 三轮柱和这个半个圆柱拼在一起 那么它们有两个面呢 是完全全的 才会形成这样一个图形 对吧 好 那么你去想象成这个以后呢 我们来看它的什么 它的测试图长什么样子 那么测试图就从左边往右边看 对吧 这个图还真有点难画 我给大家稍微的画一画 感受一下 这是这个三轮柱 对吧 其中ABC和底面BCD垂直 那么后面呢 会有个圆柱 注意这个圆柱有点难画 后面呢 会是个圆柱 对吧 那么这个虽然我画出来 但其实它应该是看不到的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你从这边往这边看呢 会得到一个什么情况 它得到的其实就是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走到它的终点 假如说是 对吧 把这个C一连 那后面呢 再一连 那么你其实应该看到的是 我们这样一个三角形 对吧 就是你去看这个圆柱的话 会得到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你看这个三轮柱呢 也会得到一个直角三角形 对吧 那么两个直角三角形 拼在一起呢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等腰三角形 而且注意啊 这个地方C和D到底选哪一个呢 它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 你从左边往右边看呢 可以看到这条边 这条边和这条边是重合的 就是做投影的话 这条边和这条边会重合 对吧 所以你应该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实线 而不是虚线 OK 好 那么这条题呢 还可以改编一下 怎么改编呢 比如说 如果这条题目呢 变成这是一个矩形 而这一句说 如果正式图是个矩形的话 那么这个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正式图如果是个矩形的话 那么在这里呢 应该怎么样 前面是个三轮柱 对吧 前面会是个三轮柱 那么前面是个三轮柱的话 那么后面呢 后面有可能是一个圆柱 也有可能是一个圆锥 为什么 如果是圆柱的话 就直接是什么 那个圆柱的截面 那个长方形 和这个三轮柱 那个长方形 就是全等 如果是个圆锥呢 那么意味着 圆锥那个截面的等一三小形 应该是比这个前面的矩形呢 要小 是吧 就把它怎么 也完全包进去了 所以如果这条题目改编一下 就可能就变难了 就是这个正式图 变成一个矩形的话 它后面的图形呢 有可能是圆柱 也有可能是圆锥 OK 好 我们来看这个 就是 下图是长和宽 分别相等两个矩形 那么给定下来三个说法 问正确的个数是什么 来第一个 存在三轮柱 它的主视图和辅视图 如下图所示 对不对呢 存在三轮柱 满轮柱的条件 对不对呢 就可能会有很多人说 老师这个不对啊 为什么 三轮柱的辅视图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矩形呢 对吧 他会想 三轮柱的辅视图呢 一定是一个三轮柱 但是这个地方你想的 这样的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立着的是三轮柱 对吧 就是上里面和下里面呢 是我们什么 是我们这样一个三轮柱 如果你让这个三轮柱躺下来 能不能想象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比如说 这是个立着三轮柱 对吧 这是个四轮柱吧 那你把它躺下来 你把它躺下来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是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 怎样的三轮柱会满足说 正数图和辅视图是什么 是完全全的 那么来 是这样一个大概图形啊 就是来 看清楚啊 好 就我们把这个三轮柱呢 躺成这样 那么这里满足什么条件呢 这个边和这个边相等 那么这个会是一个 等腰三向型啊 等腰直腰三向型 注意啊 这两个面呢 是两个等腰直腰三向型 然后呢 后面这个侧面和底面垂直 后面这个侧面和底面垂直 那么这时候呢 形成了这样一个三轮柱 它的一个正视图和辅视图呢 就是全等的矩形 你想 正视图呢 从这角看过去 对吧 那么这个边呢 会到这个边 那么这个边 对吧 会形成这样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矩形 辅视图呢 从上往下看 会是下面这个矩形 那么如果说 这样一边相等的话 那么它肯定是什么 是一个全等的什么 矩形 对吧 好 来 存在四轮柱满足这个条件 这个对不对呢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对吧 四轮柱的话 你只需要拿一个正四轮柱 注意啊 你拿一个正四轮柱 然后呢 让它躺下 对吧 比如说躺下 那么这样的话 正视图这样 幅度这样 由于这个侧面呢 是什么 是正方形 所以它的边相 一定会将的 对吧 好 存在圆柱 它的主视图和幅度呢 是庐下的所示 对不对呢 圆柱也可以 对吧 你让圆柱躺下 那么这时候呢 正视图看过去 幅度看过来呢 都会得到它什么 它是一个矩形 而且 我们这个矩形的长 是圆柱的母线长 矩形的宽 是我们圆柱的直径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 又是考察 就是我们怎么样呢 平常的那些几何图形的 三图要非常的熟练 而且要怎么 换一个角度去想 就是我们这个 轮柱呢 并不是直给你这样看 对吧 我们前面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并不是直给你这样看 我怎么 我斜一个角 你会不会看呢 对吧 它其实还是轮柱 只不过怎么 斜了一个角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 可能说你遇到一些反常规 就死活着想不出来 说按照正常的思维呢 想不出来 说怎么可能三轮柱 会讲这个样子 对吧 开玩笑呢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把三轮柱躺下来 它是不是也是三轮柱 对不对 OK 好 来看这个 以这某多面体呢 内接于一个球 组成一个组合体 如果该组合体的正式图 测式图 辅式图呢 均如出所示 其中四边形式 边长为二的正方体 正方形 正方形 对方的正方形 正方形 OK 那么问这个球的表面积 是多少 好 要求球的表面积 的关键是 求这个球的半颈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求 怎么求 首先我们想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 从球的角度来看 无论是正式 辅式还是测式呢 都会得到什么 都会得到大圆 对吧 那么现在有一个几何体呢 是内接于这个球的 那么无论从组式还是测式还是浮式呢 你都看到的是正方形 哎 这个图形应该不会很普通吧 就肯定会很特殊吧 那么这个特殊图形是什么呀 其实我相信大家的意思嘛 但呼之欲出了 这个图形就是正方体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球呢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内接的正方体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球 对吧 那正方体这个还正有点难画 将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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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有个正方体呢 在里面 对吧 画实现吧 OK 有个正方体呢 在这个球里面 对吧 是它的内接 那么你才会得到什么 正式图看到这 幅图看到这 侧式图看到这 你都能看到是那个什么 正方形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的边长为2 这个2是什么 这个2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正方形的什么 哎 这样一个情况 边长 对吧 那么它的半径多少呢 这个球的半径多少 这可能稍微有点难度 但是我觉得呢 也并不会很难 这个半径怎么算 这个半径怎么算 这个正方体由于什么 由于是内接于这个球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这个正方体的体质要线 注意啊 这个正方体的体质要线 就是我们这个球的直径 注意啊 正方体的体质要线 就是我们球的直径 那么这个体质要线会不会球呢 嗯 这是R 对吧 把这个一连 这是R 这是R 所以呢 这个是两倍根号 这是两倍根号 这是R 所以这个体质要线呢 就是两倍根号3 那么你会得到这个球的半径呢 就是根号3 对吧 球的半径是根号3的话 那么它的表面积呢 就是4πR方 也就是12π 对吧 OK 好 那么前面的三式图问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就是直观图 那么直观图呢 这地方其实我们主要是来看的是 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斜二侧画法 在咱们的教材上呢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斜二侧画法 对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或者简单的说明 那么什么是斜二侧画法呢 在我们的教材上呢 举的例子是一个正六边形 我们就还是拿它来举例 OK OK 好 这是个正六边形 我们假设的边长是2 可以吧 好 那么这个也是2 好 那么所谓的斜二侧画法 其实主要是 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要去画一下 这样的什么 这样的一个三维的立体图形 然后会让它有一点三维的感觉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平常去画这个三维图的话 比如说一个正方体 你有没有发现坑绳基本上 那个上下底面都画的是斜的 对吧 上下底面我画的都是斜的 对吧 因为如果上下底面都画成一个标准的正方形的话 这个图会非常非常难看 会非常非常难看 对吧 我都是什么 画成一个斜的 然后怎么样 才会形成一个这样的有立体的感觉 对吧 就在这个平面当中 去画出一个立体的感觉 那么我们这边的斜二侧画法呢 它其实主要是什么 就是去画出一个这样的立体的感觉 那我们需要去明确了解一下 就是斜二侧画法 它得到什么 得到这个直观图 对吧 它的直观图 那么和我们这个圆图 它到底之间的那个边长的角度 有什么关系 那么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直角坐标系 对吧 那么在斜二侧画法当中 我们首先要把这两个轴呢 去变一下 这是X一匹 这是Y一匹 那么这个角度呢 首先变成45度 就斜了 对吧 变成45度 那么另外边长的改变呢 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个移子移过来 对吧 来听清楚 所有和X一匹平行的边 也就是说 原来所有和这个X平行的边呢 在这边的长度保持不变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这个是R 对吧 这是R 那么过来呢 这边怎么 这是R 然后这个呢 也是R 这个也是R OK 那么什么会改变呢 就是和Y重合的这个 或者和原来和Y重合的这个距离呢 会缩小成原来的一半 对吧 缩小成原来的一半 比如说拿这个来举例 这个是60度 对吧 然后这个是R 那么这个长度呢 是根号三 对不对 那么这个长度根号三 这个根号三 所以这是两倍根号三 那么缩小一半呢 就会变什么 变成一个根号三 所以就这个是R分的根号三 这是R分的根号三 对吧 来 我们比如说 来 画了稍微的表情 这是R分的根号三 然后这是R 对吧 这个是R分的根号三 然后这个呢 也是R 然后你再把这个地方 怎么办 F5上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正六边形的斜二策划法 对啊 这是正六边形的斜二策划法 对吧 就是这个角度呢 是45度 然后这个是R 这个是R 对吧 这个长度是不变的 那么这个呢 都会变成原来的一半 那么就会画出这样的什么 这样一个直观图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些简单的题目 比如说这个 用斜二策划法做一个边长为R的正方形 那么问它的直观图的面积是多少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平面指导度标记当中 有一个这样的正方形 对吧 然后这个边长呢 是R 那么你需要把它的直观图 注意啊 用这个斜二策划法 把它直观图画出来 然后求一下它的直观图的面积是多少 对吧 那么这个好不好做呢 就是你基本上了解我们基本的斜二策划法以后呢 就会非常的简单 对吧 这是X一匹 这是Y一匹 对吧 首先我们这个和X方向平行的直线呢 长度是不变的 都是R和Y方向的呢 会缩短到原来的一半 对吧 那么就是比如说这是 它这个原来是R 这是1 那么会变成R分之一 R分之一在这 那R分之一 对吧 然后这个是R R 那么是保留不动的 那么这是R 然后这个呢 也是R OK 这45度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会形成一个这样的平行四边形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画正方体 那个上下底面的一个标准情况 对吧 就是这是一个四组度 这是一半 这是一半 然后这个呢 是不变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要求这个家伙的面积怎么求呢 嗯 怎么求 来我们看 就是这个长度是R 对吧 要求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的话 就是直到底边还要直到高 那么做一个垂直 对吧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1 所以这个呢 是1 那么这个呢 是四组度 因为它和它是平行的 那么所以这是1 这个四组度 所以这个呢 就是R分之 更化 对吧 所以这个平行四边形呢 它的底边是R 高呢 是R分之更化 所以它的面积呢 就是更化 对吧 所以呢 非常的简单 好 来我们看这个 它说ABCD呢 是一个平面图形的 水平方式的 CAS直观图 在CAS直观图当中 这个ABCD呢 是一个直角梯形 然后AB和CD平行 这个符号没有东西 AB和CD平行 BC和外轴平行 如果AB等于6 然后AB呢 等于2 要求这个平面图形的 实际面积是多少 就是这个是直观图 主要 这个是直观图 那么你要求的是什么 是实际的面积 那么这个题目怎么做 这个题目怎么做 这个题目怎么做 就是你当然可以说 去把什么 它的实际图给还原出来 但是这个很多时候呢 都非常的难 都难度很大 是吧 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去做 如果说不去还原的话 那么这套题目 我们很多时候怎么做呢 来 我们看到前面 就是 我们拿这个来举例 就是我们刚才算出 它的面积是 是这样的情况 选D 那么圆图形的面积呢 是4 所以你就会发现 圆图形的面积 会是这个直观图面积的 两倍 就是R更号2倍 就圆实际图的面积呢 会是这个直观图面积的 R更号2倍 对吧 那么为什么会是R更号2倍呢 我们可以怎么 我们可以其实来推导一下 对吧 这是我们的什么 正方体 正方形 这是我们什么 瞎说话吧 对吧 这是45度 那么你知道 从这个图到这个图呢 会是 它这个是不变的 然后这个呢 这个会缩长到原来的一半 对吧 然后注意啊 这个缩长到原来的一半呢 并不代表它的面积 就缩小一 缩小一半 它还会怎么 还会斜一下 还会斜一下呢 就会形成这样一个 倾斜角45度 对吧 所以你就会发现 它的高 其实呢 怎么 就是你底边长是一样的 但是高呢 会变来 变成原来的两倍 更号分之一 因为你这个长度 缩了一半 所以这次也就缩了一半 然后这个呢 又是在它的基础上 成了个更号分之一 对吧 所以就它的高 会缩短成原来的 二更号分之一 由于底边长是不变的 所以呢 面积也会变成 原来的两倍更号分之一 对吧 好 所以呢 在这要题目当中 你会发现 就是 其实你只需要求出 它的直观图的面积 然后呢 乘以两倍更号 就会到什么 实际图的面积 对吧 那么直观图面积怎么求啊 这个AB是6 AB呢 是2 对吧 这个BC和Y轴是平行的 所以呢 这个是45度 然后你做这样一个垂直 过来 对吧 这是2 所以这个也是2 所以这个呢 BC是4 对吧 那会做到什么 这个直角进行的面积 就是4加6 乘以2 再乘以2分的1 约约 答案是10 对吧 所以它的直观图面积是10 直观图面积是10的话 那么它的什么 它的一个实际面积呢 就是10乘以2倍更号 所以是20倍的更号 OK 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 就是西亚色画法这一块 它的一些这个角度 还有我们什么 这个长度的比较关系 那么就完全OK 好的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同学 我们下节课 最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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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